中美的关系一定是两国的领导人决定的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元首引领整个两国的大方向 那往下走基本上都是执行的层次 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引领 美国这边拜登通常都是言行不一 言行不一其实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 就叫做骗子 我想王毅在联合国的大会的时候 尤其在亚洲协会中 对于拜登当初他跟习近平对话的时候 他亲口承诺四部一无一 因为第一次的通电话的时候 拜登亲口说我是四部一无一 结果王毅在亚洲协会里面 把他的四部一无一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 全部都是言行不一 也就是刚好做的都是相反的事 对骗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职来对待骗子 所以一个政治人自然会吸引人 所以你看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 习近平到工商里就直接讲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这五年来对中国遏制打压霸凌的所有的动作 习近平已经直接告诉全世界 告诉中国的企业界 中国的处境是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这一位新派任的大使 唯一的职责就是忠实的向美国传达中方高层的意念 我觉得就是这样而已 而不是要是海上关系 我觉得那样的医学分析太天真 而且也不实际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不会变了 方向也不会变 我觉得中国在掌握话语权的战略的指导也不会变 这个在王毅的上次的说话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白 中国有发表一个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这个西文 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已经展开 中国应该要掌握的话语权 美国白宫他们的一个回应 基本上也是骗子 此话整讲 美国没有守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在搞两个中国 或是搞一中一海 这第一个 美国没有忠实的履行上海三公报 美国片面改变现状 因为美国佩洛西来到台湾 其实就是美国在片面改变现状 他知道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反应 因为中国在之前也已经告诉你 中国会有反应 那已经告诉你了 你还来 那当然中国就要说到说到 我再讲一个例子 在香格里拉会议去年 美国希望跟中国建立战区级的热线电话 没错 所以应该司令跟东部战区的司令 就建立了这个战区级的这个热线电话 所以有战区级 有参谋总长级 总参谋长级 有国防部长级 有三条线 建立了以后 那是中国对美国释出善意 结果发生什么事 马上佩洛西就来台湾了 就是骗子嘛 我先给你骗到手了 然后建立了这个热线 我就来了 来了以后就测试 我们这个热线 你看 我已经建立热线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 我这个军机会怎么飞 你可必要怎么做 当然知道美国人在玩马戏 我可以建立热线 我可以把热线关掉 马上就把热线关掉 热线一关掉 宣布演习区 美国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军演 会打到什么程度 航母就可以溜了 溜了1500多公里 然后这个佩洛西的专机 在南海绕来绕去 就不知道该怎么让到台湾来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 可以看出来 中国早就知道美国人是骗子 现在秦刚跟习近平 尤其习近平的一个讲话里面 白宫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是竞争的 竞争是你定义的 竞争的意思是你说的 内涵不是你定义的 因为你内涵就是对抗 就是把我当敌人 所以秦刚在记者会里面 就告诉你很明白 你嘴巴讲竞争 你实际上就是搞对抗 就是搞散争 5000岁的仙人 看到一个200岁的 还没有成精的 还是一个动物 修炼了200年 还没有成仙 地上爬的东西或是什么 然后就觉得你在玩什么把戏 你的把戏都逃不了 我们5000岁的人的经验吧 所以美国人玩这个把戏 说实话很无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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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